哈啰 你好 哈啰 你好 可以先介紹你自己嗎 我的名字叫做中海營 英文名叫車なんです 通常朋友叫我車仔 為什麼今次會來參加這個比賽 今次來參加比賽的原因 就想送一份禮物給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是龍人 雖然我平時回想好像未試過做一件事 令到爸爸驕傲 令到他光榮 所以我想參加這個比賽 雖然他聽不到 但他可以透過電視節目 他聽到 見到他的女兒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 你本身是做甚麼職業的 我本身是做半永久文壽司和KOL 文壽司是甚麼 幫人問一下味道 眼線 你一向都喜歡唱歌嗎 喜歡的 從小到大都喜歡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唱歌 以前都是玩歌場比賽 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個歌聲 我特別喜歡鄭秀文 因為我覺得他個人一來正面 二來他很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聽到他的音樂風格 全都是用新的不同的歌手 到他這個年紀都是不斷試新的東西 這是我學習的榜樣 所以很喜歡他 那你海選的時候是憑哪一首歌入圍的 我海選的時候就是唱《我的驕傲》 不是鄭秀文 不是 因為我想唱這首歌 其實都是想送給我爸爸 雖然我爸爸到現在都未知道我參加過比賽 所以我很想給他一個驚喜 到他看到電視的時候 他有一個驚喜給他 是否因為你爸爸都有鼓勵過你去幕前唱歌 沒有的 沒有的 不過因為我爸爸是龍人 所以我爸爸都不會去否定 他都知道因為他未聽過我唱歌 所以我想他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聽到我聲音 但他知道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他都會跟別人說 我女兒唱歌很好的 但他未聽過 我覺得這也是對我的鼓勵 那有沒有為過這次的比賽去學唱歌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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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入圍之後 就馬上找了老師去收拾一下我的歌 什麼時候你入圍的 啊 前一天 是的 前一天才知道 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當時的心情 收到電話那一刻都沒有感覺 然後我跟我老公說了 然後我跟我兒子說 因為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兒子就超興奮 看到他那麼興奮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那個感覺 我兒子是 啊 媽媽入圍了 媽媽你快點找唱歌老師去練習吧 然後我就 啊 是啊 開始有那個真實感 就覺得要努力了 找客人學一下唱歌 原來你有兒子 有多少個 我有兩個 一個是九歲 大的是兒子 另外一個是五歲 就是女兒 講都沒有人相信的 啊 不是啊 多謝 這麼大的誇獎 是啊 因為 TVB都歸類 你是顏值擔當 我完全猜不到 我只是平時覺得我是順眼 但我沒想過會是顏值擔當 所以 我那一刻覺得 我是歸於這個界別 我趕著吃 我才有兩個 我才會喝 我才會喝 我真的不喝 我真的拿去喝 我真的有一個大事 我會喝 我已經說了 你真的對 我真的太擔心了 你會喝